1462年的某一天 一位14岁的少年 闯进了恶魔修士 菲利普丽皮的工作室 坚持要留下来学习绘画 丽皮见这个少年 这么不守规矩 颇有自己小时候的一些风范 于是把他留在了身边 不久之后 这位少年的名声 却远远超过了自己的老师 想称了整个佛罗伦桑 他就是桑德罗 波提切利 同当时诸多的画家一样 波提切利这个名字 其实也只是他的外号了 大概的意思就是小水桶 波提切利不但从老师丽皮那里 学到了其精益的一个精髓 也逐渐发展出了 自己的绘画的一种风格 因此在他22岁的时候 便已经名声大噪 而且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这里我们来对比一下 他和他老师丽皮的一个作品对比 左为丽皮的圣母子 右为波提切利的圣母子 与实习者约翰 虽然构图方式几近相同 人物的动作也几乎一致 但是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 不同于丽皮笔下所传达的平和优雅 而波提切利所创造的人物 似乎都笼着一种淡然的一种哀伤 这样的情绪和基调 也一直延绵到他后面所有的作品当中 当时的美第奇家族正如日中天 大当家洛伦佐 就是佛洛伦萨共和国非官方的 任命的一个执掌者 由于洛伦佐的政治手段非常的高明 又特别舍得砸钱订购这个艺术品 因此他统治的那段时间 被称为佛洛伦萨艺术的黄金时代 作为黄金时代的领军人物 年少成名的波提切利自然是春风得一了 然后春心荡漾 于是画了一幅春光无限的作品 叫春 春描绘了清晨幽静的极草地上 遍地鲜花盛开 深着盛装的美神 余纳斯略带幽容 注视着前方 他左边的就是象征的美丽 真书欢乐的三位女神 阿格莱西 塞莱雅 尤美罗西尼 沐浴在森林的阳光之中 正相互携手翩翩起舞 通过青纱罗因体验出秀美的一个体态 轻盈优美的舞姿 给人间带来了生命的一个欢乐 波提切利在绘画的财政 选择的也是比较另类的 波提切利生活在15世纪末 16世纪初 这差不多对应的是我国明朝中期 这个时期的佛罗伦萨 油画了已经作为一种新型的一种技术 在当时已经开始全面普及了 但是波提切利却坚守传统 选择跟油画对应的一个题材 淡材化 文艺复兴早期的方式 基本上都是采用坦培拉 其实也就是淡材化 淡材化是一种古老的绘画方法 是用蛋黄或者蛋清的调和颜料 绘制而成 多画在表面附有石膏的一个画板上 盛行于14世纪到16世纪 到了16世纪以后 逐渐被油画所取代了 西莫内塔 波提切利单相思的一个情人 他曾陷入了与美帝奇阿当家 朱利亚诺的一段绯闻之中 但这并不妨碍波提切利对她的爱 因为身份和地位的关系 波提切利也只是将这份爱 隐隐地藏在了自己的内心 但是我们还是能从她的作品上 看出她内心的一些爱慕 这位女子也被认为是 为什么波提切利一生未娶的一个原因 作品春中 那个神情没落的维纳斯 她就是西莫内塔的一个身影 维纳斯和马尔斯中 也有她的影子 1486年 波提切利接受了 梅蒂奇家族的委托 创作了她最为传世的一个作品 维纳斯的诞生 这幅作品灵感 来源于梅蒂奇家族的御用诗人 波提切安诺的一首长诗 诗中描绘了 每只女生维纳斯诞生的一个场景 站在贝壳上的维纳斯 像无瑕的珍珠一般 出现在爱琴海的浪花中 略带羞涩地遮掩着自己的一个身体 西风之神将它吹到了岸边 花神撒下了漫天的玫瑰花瓣 森林仙女展开了手中精美的一个斗篷 迎接维纳斯的一个到来 她牺牲了一部分马萨乔 刚刚探索成功的表现技法 和人体解剖学的一些知识 为了换取一种更加和谐 完美的画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效果 文艺复兴绘画的主流 是人物的比例非常的正确 强调极端写实 人物形象的正确性非常重要 但维纳斯的诞生 跟维纳斯的形象的比例不合规 脖子或长 溜尖 但却异常的美丽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玫瑰切里为了追求的人物的一种和谐 甚至可以牺牲掉 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正确性 玫瑰切里为了解剖学的一种和谐 女性的裸体在当时的教会是严厉禁止的 所以这个画作也是美第奇家族的私人真诚 其实外人并不知道 但这种强大的保护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 1492年美第奇家族的统治者诺伦佐去世了 佛罗伦萨的黄金一带也就告一段落 新的继承者皮耶罗软弱无能 失去了对佛罗伦萨的一个统治地位 混乱之中一个叫萨沃纳罗拉的天主教师 他极端境遇的主意蛊惑了大众 也让波迪切利对自己的美学信仰产生了怀疑 1497年萨沃纳罗拉在施政大楼旧宫前的广场上 点起了熊熊大火 他搜刮到包括文艺复兴艺术品在内的世俗享乐物品扔进了火海 避免人们在他的蛊惑下走向堕落 在那些艺术品中有许多波迪切利后期的一些绘画作品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虚荣之火事件 1510年波迪切利在贫困和悔恨的折磨中离开了人世 因他早年的要求和他的暗面对象西莫内塔安葬在了一起 也算是忠诚一对了吧 波迪切利的作品看上去不符合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大规律 但依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大师 当你看到一幅作品时 发现他与他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的时候 像我们讲的梵高 博斯 格列科 等等等等 这个所谓的某个时期的一个风格 某种主义 其实都是后人对前任作品的一种共性的一个总结 并不能概括所有 更不是必须遵循的一个规律 像每一个艺术家 每一件艺术作品 其实都是独立的 所谓的一种风格主义 只不是后人去欣赏时提供的一些线索与引导 真正的欣赏 一定要回到一个作品 一个本身 从这个角度来看 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 恰恰在于他们都有自己的一种独特的一种风格 不能简单的被归类概括 这才是大师的一个意义 好了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